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中成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讲中国小说里有四大名著 有西乡、红楼、西游记、水浒传 基本上大概是这四本 实际上这四本的水浒我比较熟悉 三国也比较熟悉 三国公认是四大奇书里面第一名 没有第二个可以排上来的 可是三国历来的学者 专家在研究三国的 我曾经讲过三国演义 我画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 因为我根据很多的学者专家 他们讲说,比如说青龙咽乐刀 根本没有,关公没有使用这个东西 那这边完全小说上才有的 那很意外我在古今文选这本 这些学者专家 他们提供的文字里面讲说 清朝末年大学文家余悦曾经 有一个,在一本他的书里面 有一个章节专门讲这个 考证,关公 他在战场上使用的是矛 而不是所谓的关刀 或者叫什么青龙咽乐刀 那个大刀不是这个东西 那很多学者都这样证明了 所以事实上那个东西都是美化 就是戏曲的美化了 简单讲就这样 实际上那玩意在那个码上很难使 关于那个部分 我们就图像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 那个我画三国演义 那今天我这边有看了两篇 这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跟这个三国演义有关的批评 还有它的影响 这两篇文章 那都是这个三国演义的批评 是那个录制中国文学发展史 第26章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三国演义在文学上实在没有多大价值 这个很意外 其原因是胡适之 归咎于此书的作者 作者改者以及最后写定者 都是平凡的漏辱 也都不是天才的文学家 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 这话并不完全对 也就是这个作者 他批评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批评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间的文学 而且他是经过了宋元明清 世代人很多的说书先生 他讲的画本串起来 再加上一些一些那个小作家的论识 所以才流传到现在才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罗冠中写的那个三国字演义 那这个作者他认为这话并不完全对 主要原因是文体和性质的问题 三国演义在文学上的失败 第一个是因为没有采用白话文 而采用了文言的关系 大凡历史小说 因为迁就正史事实 即引用古代文献 用文言文比较方便 试看明清之际 演义小说大多是如此 然而就在这里减少了文学的价值 试想如刘官张照 还有诸葛曹操 周瑜这一类的特殊个性的人物 而每次都出现都是以文言文 如何能表达他们的神情 又如何能传达那个人的精神态度 水浒如果也是用文言体的话 那其成就绝对不会在三国演义之上 因为水浒里面 咋家来的鲁莽 淡出了鸟来 这些粗话 这粗人讲粗话 那如果说你都用文言文的话 那那那那那些人就文周周的那不可能 水浒里面很多人是不认识字的 只会打打杀杀 那写那样内容繁复 人物百出的长篇小说 用文言和不用白话 自然就不会有大的文学上的成就 其次就是性质上的问题 因为它是演义的性质 所以而不是小说的性质 演义体处处以史实为为主 处处以史实为所居 时代短者数十年 长者数百年 为历史所素薄 无法展运作者的想象与穿插 水浒也是取材于历史 只是取材而不是演义 因此水浒可以成为一部好小说 有一位叫蔡耀的东周列国字读法 他写的这篇文章里面 他有讲说 若说是正经书 却毕竟是小说样子 但要说它是小说 它却渐渐从经传上来 这便是历史演义的致命商 历史演义就是这样 牵强附会的一段历史 三国演义虽不能算是有文学价值的书 却是一部在民间最流行 最有势力的通俗读物 其感应社会的效果 没有哪一部书能够比得上 各等各级的人物都在这本书里面 取其所用的知识 在前人眼里觉得此书 无悔引悔道之嫌 又有读书读历史读文章的好处 同时趣味浓厚 文字不生不熟 大家看了各有所得 我们小少父兄跟那个世俗的老师们 禁止读水火红楼奖励看三国 原因就是想在此 因此几百年来 这部书成为民众处世历生的伦理教科书 成为民众作文说话的范本 成为英雄豪杰的兵书 他对于民众的影响远在世书五经 以及其他正统文学之上 由通俗文学的立场来看 三国演义是最成功的 一点都没错 那这个部分 我们在三国演义的影响里面 我们再来讲 刚刚讲过说 很多人 这三国演义变成什么 变成一般民众处世历生的伦理教科书 成为民众作文跟说话的范本 又成为这个英雄豪杰门的兵书 他对于民众的影响 连世书五经 及其他的正统文学的作品 通通赶不上 通学文俗的异常来讲 三国演义是最成功的 一点都没错 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批评 我们觉得三国演义 一直像他的故事情节好像都那个 实际上里面很多情节 因为他太过于这个太过于夸张 所以很多的学者专家都认为 这个就像那个诸葛亮什么掐指一算 然后就怎么怎么样 他为什么不能用直接用推理 用人的脑筋来推理 就像侦探小时候都用合理解释 不能靠这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是江湖术士的把戏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个前人的这个 他对三国演义的批评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